哈喽大家好,我是半直燕,好久不见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了一款新的恐怖游戏 叫做还愿Devotion 谁家狗叫 叫做还愿Devotion 这款游戏我相信有好多人比我还要熟悉 因为它是赤竹团队在返校之后 时隔两年最新推出的一款作品 但是跟返校不是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像返校在发布正式版之前的半年 就给大家发布了一个demo让大家去试玩 然后它的游戏它是没有任何demo 只不过在发布之前 向大家去展示了一些简短的预告片 还有一些图片,非常诡异的图片 去供海流外各地的主学家去探讨 这些图片各种图层上面包含的线索 还有这些各种预告片上面包含的信心 能分析出这个正式版里面怎么样的剧情流向呢 怎么样的故事背景,人物背景呢 反正我觉得我0033看了一些 我觉得看得很梦 但是在各种不同版本里的解读里面 我觉得我总结出了一个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就是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 像主学家势力低头 我相信有很多同学 就是像我一样就是把这个东西看得云里雾里的 因为什么样的分析都有 但是我在录这个游戏之前 然后我是提前先狗狗碎碎的试玩了一下 所以说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请放心 这款游戏它的剧情上面 就是没有像预告里面这么晦涩难懂 因为它跟返校比起来 我是觉得难度上面都是适中 都挺简单 而且它的剧情上面并没有像返校那么晦涩一点 非常容易懂 大家都能看得明白 自己都能看得明白 我只不过是给大家想这次的视频给大家做一个影子 然后尽量的去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是上面包含那些台湾的因素了 然后也感谢赤竹游戏 就是它又做了一款新的这样的游戏 让我们更加去有一个东西去了解台湾的本土风景 然后这个游戏 其实我觉得它的赤竹在 就是它的预告在线下举办的一些解密的活动 我觉得是真的很有创意 因为恐怖游戏要的是什么 要的就是代入感 你真的切合到我们现实里面来看的话 真的感觉非常的毛骨悚然 比玩一个游戏那种进入感要强得多 然后这个游戏它其实它做的代入感也挺强的 这样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新的游戏 在游戏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去了解 好吧 我们就给你们做起 好了我们的正式游戏剧情从这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3D的游戏 时间设置呢 我们可以看前面的日历 1987年10月 6号之前全部被划掉了 97号划了一个圈 说明是1987年10月7号 老公 你还在看电视吗 这个是女主人在厨房里面做着菜 跟客厅里面看着电视的男主在说话 看他说什么 看着到隔壁家的家房 不然光担心了 他们俩的女儿叫美心 一边收拾网块一边说人 琐事 看他这个当爸爸的 有点过度担心自己的女儿了 自己女儿在学校里面跌倒一下 都要跟学校里面反应了 买点水果送给老师 我觉得 这就是功德吧 功德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老师应该不是真的学校里面那个老师 而是他们台湾本土的一些宗教上面的一些大事人叫做老师 不然怎么说是功德 你总生是有回报 踢到这里 男主的甚至有点恍惚啊 她老婆踢到的回报 不是什么 好啦 剩一跳在这边 剩一跳 所以美心人呢 美心 美心在哪 男主的神这一带崩溃了 美心在哪 这个崩溃的点很明显 是她老婆一直的追问 自己的女儿到底在哪 她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手从自己头上放下来 看来刚才那一段是回忆 这才是现实世界 屋子里面变得非常非常灰暗 整画面都阴郁了起来 茶几上有一幅画我们看一眼 美心的涂鸦 一张美心画的涂鸦 三口之家其乐人容 在一个小房子里面 过得非常开心 红的花 黄的花 都有 也不知道美心几岁画的 我们可以先大致看一下 他们家里的布置 你们觉得他们家庭条件怎么样 1987年 放在台湾当时背景的话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中下等吧 不算是特别好 但是又说不上差 说不上差 但是家里面放的东西都比较诡异 你看这个全家服放在这里 男主的头 现在这个视角是比较暗 我已经调最亮了 其实已经 我让你看清楚点 男主的头 你看他领带在这儿 男主头其实已经超过这个画框了 可以看到他女儿在C位 但是 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比较诡异 而且女主的脸也被画掉了 电视还在开着 比较长把它关掉 这边 他的电视会再继续开的 你现在关不掉了 不用管他 我们看一下这个 1987年10月7日星期三 是个中秋节 他赤竹团队对这个游戏 感觉是下的苦功夫 钻了很多点 因为1987年 这个中秋节 这个点比较诡异 诡异在哪儿 中秋节 都是荷家团圆之际 对吗 然后月亮比较大 但是在 恰恰在1987年这个中秋节 月亮 是有只有一半的 这半月 就很诡异 很阴 很阴 这还有一些法式的寄语 还有一些 这供的这个东西 其实后面大家能看到啊 谢谢先不跟大家说了 这个供的其实是一个 黎原戏曲的一个神仙 叫做田都元帅吧 好像是 到后面跟大家说啊 这边是红龙 招财与吉祥的宠物鱼 虽然说是宠物鱼 但是红龙当时在 就当时那个年代 价格不菲 最多出现的是一些 达光贵人他们的家里 用来招财用的 是一个地位的象征 但是大家看他这个家庭环境 是放得起 买得起 红龙这种宠物鱼的家庭的 很明显不是 但是为什么还非得放这个呢 有点不搭 这么大气 我们下着大雨 劈里啪啦的 海芬要来了 你没相信这个 这个戏曲之神 我们往前走就好了 慢慢说 戏曲之神 田都元帅 其实是唐明宗时期 当时不是暗史之乱吗 然后他是那时候管黎原那一块的 就是唱戏这一块的一个官员 然后安禄山还让他去给自己表演 但是他比较忠诚 他就拒绝给安禄山表演 因为他是叛贼 但是在最后 就是平叛之后啊 然后呢 安禄山就是在期间 因为他不愿给他演奏 安禄山把他杀掉了 比较忠诚 后面 唐明宗就给他 就是立了牌坊嘛 还建了庙 就是封他为这个戏曲之神 就这么来的 但是我不知道 大家对宗教这一块的信仰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 就好比是这个戏曲之神 田都元帅 他凭什么是神呢 他为什么是神 我这个说的有没有冒犯的意思啊 那在他当时学习的时候 这个戏也不是从他开启的 那在他学习的时候 那时候的戏曲之神是谁呢 这个神只不过是唐明宗一句话给封了神 往后世代都供奉他 因为建了庙 包括是很多很多戏曲古怪的神 现在出现在我们的现实世界生活大众中 就好比我在这走着走着 突然间那河边有一棵树 那棵树看着很像一个棋 然后我就买了彩票 然后就买了个棋 然后那个棋刚好那棋还中了一个小奖 我就觉得哇 我中了个大奖 哇这棵树是神树啊 树神有了 就这么随意 就这么随意 这个就是预告片里面那个 叫瓷孤观音 瓷孤观音 是他这个游戏设计组里面自己设计的啊 不是这个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的观音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瓷孤观音 手上一手拿着一个扇 一手拿着一个钟 其实那个扇好像是一种乐器 这个并不是普通的扇子 是一种就是佛教的乐器 而且这个是一个鼓 然后这个钟呢其实也是一个乐器 双手拿的是乐器 一个手拿着莲花 一个手掐着手指 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脚指甲 非常像野兽的脚指甲 对不对 你要说真是观音 而且他的手指也是一样的 都非常尖非常长 你要说这个手指尖点也就算了 可能是表现手法 但是这个脚指很明显 这个有点太过了 太过了 像是个鞋身 像是个鞋身 在走下这个厨房 窗外是对面公寓的防火像 防火像你们知道什么吗 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两个 比两栋楼里的特别近 在建筑上面这属于一个防火通道 美心的房间 看一下 不让开 往这走一走 这是预测也不让开 这个门关上了 自己关上了 我们看一下 刚才看着还有灯光的 进去之后 竟然是一个通道 现在很明显 还是在放觉里了 一把油脂伞在前面 好像 有一个无情的人在撑着发一样 干事了 上面写的是孩子 还 还来 后面是只女鬼 我们先不看她 这边是一只沾血的红鱼鞋 啊 不好意思 第二次看还是稍微下了一下 这段 这个jump scale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 刚才我人还是整个抖了一下 你们看到我那个手柄晃在下面 全身都在抖动 这边坐下 这边坐下过了 这边过了 这边过了 要今儿下的太猛 我其实玩恐怖具 还算比较淡定了 我感觉啊 那这下真的有猛 拿一个 写着1980 是1980号房间吗 很明显不是 1980年 取得道具 大门钥匙 我们开一下 使用道具 刚才那个女鬼是谁呢 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出来了 是这个房间的女主 那女主为什么变成女鬼 就像索命似的照片 收音机 我们先看一下挂在这边的这张纸 那我们还是先听下这个录音吧 是否有过 他这个熟悉的门中 却发现屋里 物是人非 明明认识 这是朝夕所处的家 但你就是知道 有什么 不知不知的 好陌生 这家事别啊 孤独的灵魂 布置出了一个空间 假如要是你 下次刚装修的时候 那书记有陌生 假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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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听了 后面他提到一个 找到一个人假装修 这就说得有点过劳 找到一个房子假装修 一切都是伪装的 看这写的什么 剧本 新居入措 入措的意思就是 搬家的意思 就是搬新家的意思 总的来说这个题目 编剧 杜丰鱼 杜丰鱼就是我们男主 就是男主的名字 他是一个编剧 是一个写手 作家 低级 第一场客厅 几日 室内 然后特写 丈夫手捧着一个盆栅 置于新居的窗台 丈夫微笑地说 人们说玉香花体贴高雅 就像我们的孩子一般 记得说 你可知道呢 孩子还在肚子里呢 早点将屋子布置好 我们早点开饭 免得花还没开 这是那个刚搬新家的一对新婚的夫妇 然后妻子的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打天骂笑其乐融融 还可以 夫妻俩特写 夫妻俩一同布置信具 在新墙贴上妻子的挂画 木柜放上丈夫的公牌 最后将丸主上架 原先空荡的优区顿时多了一分趣味 打点完三样加四 丈夫回到厅堂 发现妻子替她准备了一份礼物 好像在写自己自己一样 他们现在正好办了新家 丈夫写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这边我们先拿些东西 不如接置物的东西 相片 立方走星光红毯的照片 上面有很多剧组的签名 这个立方呢 就是她的老婆 如果把这些星照挂满卧室 她应该会很开心吧 她老婆之间是一个电影明星 是个影视剧明星 然后她是一个影视剧的编剧 取得道具 搬家纸箱里取得的碗 碗底写的肚子 是立方和我一起去挑样式定制的 写个肚子嘛 肚家的碗 她挺为打理生活 奖杯 包到一文奖最佳编剧 为我自豪的记录再添一瓶 很引以为荣 为我自豪的记录再添一瓶 这男主得的奖 看男主和女主 金童玉女啊我的天 一个是女名箱 一个是正值当年的男编剧 事业蒸蒸日上 还可以 一直拿奖 这边是一个小房间 很灰啊 现在手里面还没有一些照明的东西 我们先不看这里 这个预测还是开不了 我们现在卧室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画放在这里了 不是说挂画了 立方吸引前的海报和唱片 结婚后她就没再拍过这样的东西 刚才这一段其实挺像那个 有没有想起一个 另外一个恐怖游戏 三个孔雀 对吧 有点像 还伴随着一些男主女主子 实话的声音 真的好漂亮 她老婆之前 人本多情 一人在远方 电影原声带 主题曲 一人在远方 是一个歌香 这个专辑里面这么多歌 天涯伴逆星 宝岛情歌集 很有年代感 但是男主的画面 又是被挡住了 不让看 现在只让看老婆 这个床看得也很简陋 对吧 按道理来说 一个女明星 她家里面应该不会落到 如此的境地 应该有些钱才对 如果真的是没有的话 那怎么会 为了一个家庭去吸引呢 这样一个不是太富裕的家庭 可能这就是爱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碗 放在这个厨房这边 把这些碗筷了 我这一放 就有家的温馨感了 平常都是立方在打点饭菜 看来她现在作为一个家庭主 还挺开心的 花香 洗碗精 清洁液 标签上手写着 节约使用 为什么要放这个道具呢 我感觉最多 就是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标签 标签上面写着 节约使用 其实我家里面 我小时候就是 我记得我妈也会 非常非常 就是我在洗碗的时候 我妈也会特意叮嘱我说 注意节约 不要每次撒这么多 那个清洁精 不用这么多的 太浪费了 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 除非这个家庭 这些电视编剧的写作才好 现在摆了这些东西之后 家具就多了起来 开始了 清的一波又开始了 是 走 去看看 是这里 点闸坏掉了 这是一个 舞者娃娃装饰用的 拉糖瓦纹 一般都是用在一些 点级上面装饰 为什么会卡在这里呢 是 看那些电视编子 这些电视编子 天大的 是 太浪费了 这些电视编子 这个歌 有点诡异了 蜡烛 红色蜡烛了 蜡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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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了收音机之后 刚才那一段非常像是Aria那个游戏吗 突然有人在后面好像捂住你的眼睛一样 海报都收起来了 拿下这个 这老婆送了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呢 小盒子 吃个打火机 是水的蜡烛 看打火机 画面又亮了起来 这个餐厅是在哪里 是在这个小房间 看起来什么 亲爱的风雨 这是你一直想要打火机 这几天搬家累着你呢 好好睡 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 父亲皆快乐 老婆 现在她老婆之前是一个电影明星 现在吸引之后 全职做一个家庭主妇 然后一直支持老公的工作 很温馨 很温馨的家庭 1980年现在是 之前我们那个场景 什么小鸟的场景 之前我们刚开始 那个游戏的那个场景 是1987年 大家记得吧 这是七年前 写的什么东西来访 什么什么亲戚来访 然后什么水费电费瓦斯费 很有生活的气息 这边放了很多词典 这是她工作室 我们来这边的房间也看一下吧 怕遗失一些什么东西 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好像暂时还没有 外面阳光还挺好 突然就感觉 不能那么害怕了 我去那边鸟伤 鸟伤都放在 这里 是有人 按门铃 没有人 这门铃的声音 他真的好像个鸟 这里不让回去 让锁住了 那么我才走吧 我才摸 你为什么不肯睁开眼 说的肯定是男主 睁开眼干嘛 他是真的闭着眼 还是说选择性的 不去看一些东西 不去了解一些东西 上面写着七彩新舞台 这后面大家会看到 就是一个选秀舞台 当时在台湾 应该是比较火的 一个选秀平台 收视率比较高 很多人看比较火 原来没写的1986 这个钥匙的意义 上面贴的说字 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吧 是开启一个年代记忆的东西 有没进 现在我们要进的是1986年 刚才的1980年 对吧 然后1987年 我们也去过 我们去了三年的回忆吧 看这真的 真的像人 刚才在屏风后面 看这些人 是不是感觉 突然寒毛一粒 假人 就像那种配阴婚的 烧那些纸人一样 那胡子还特别像 一比一的比一胡子 我猜死了 香烟 对文字工作者来说 不可或缺的物品 白龙香烟 这里是 看来是他们一些夫妻的日常 平时一起在这看电视 还没有孩子的时候 这边是丈夫在工作 记在旁边看 联络部一 75年2月24日 星期一 他的75年 就是民国75年 民国75年 大家是不是有那种对民国年份换算成 我们现在的公元多少年 不是太熟悉了 大家就这样想好了 辛亥革命不是在1911年 1911年到1912年的年初 那就是算1911年 然后1912年其实算是一个民国的元年 然后他们就以辛亥革命为起点 然后开始算了一个民国的元年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换算成 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历多少年 就可以直接用1911年 加上他这个民国多少年的年份 所以说这个现在是 应该是1986年 对吧 1986年 刚才我们进来这个就写了 1986码的钥匙上面 功课 国语 生词 数学甲 Page 7到8 生活佳系 今天我整理我的房间 爸爸帮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搬了进去 我的房间里面有很大的床 这是他女儿写的 可以在上面玩加加酒 师长提醒 房间要自己整理哦 国文95分 数学97分 成绩挺好啊 这是他女儿写的 再看女儿的成绩单 他们俩 很开心 女儿成绩不错 这是 1986年 那个时候 不知道他们家里面 当时有没有红龙 然后他爸看着 这个 鱼缸 肉有所思 要不然在想 这个红龙哪去 哟 我这边注意这一点 我靠 要不然在想 这个红龙哪去 要不然就在想 是不是应该放一条红龙啊 他在想被 这是他老婆在里面做菜 还会改变 哟 这手里是拿着刀吗 真有点圣人 走 我们去礼物看一看 现在不是有女儿了吗 酒吧里面 去看一下 女儿的房间 也很简陋 简陋都过分了 觉得 这是一个节拍器 办三家酒的小椅子 他女儿不是提到了 三家酒吗 但是现在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 放了椅子上 刚才拿了糖 糖玩具太小了 不是放这里 我们去自己的卧室看一下 这个房间 你们发现 没一直不让开 到后面大家就知道原因了 这是 丈夫在给妻子 还有女儿 记得抱着女儿 拍个照 很危险 拍里德 记得我曾经有过一台 这样的拍里德相机 有一天他遗失了 于是买了新的蛋饭相机 遗失在哪儿了 不知道 非常老实的一款相机 这娃娃可以带走 象征女儿的娃娃 桃子娃娃 玩菜加酒的桃子洋娃娃 她一拙令人想起美心 美心其实她凭着一拙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想得出来了 这样一个小女孩 那我们现在很显然 把这个美心的这个洋娃 放到那个桌子上 不放到那个椅子上 加酒玩起来 放一样东西 上面就变一次 现在是美心在这儿 自己的床上玩强强强强 让自己的罐子 过下来 多了起来 东西多了起来慢慢 看起来什么 抓周 抓周是婴儿满周岁时 举行的习俗 古时婴儿腰折的几率比较高 安然度过周岁实属罕有 相对值得庆贺 因此这天奇冠祭祖 告知祖先小儿平安长大 并齐聚一家举办抓周仪式 人们相信 将各种物品摆放于孩子面前 观察孩子把玩的物品种类 便能从中占不出孩子将来的兴趣 还有职业 常用物品有笔墨 纸验 算盘 锄头 印章等 也有物品取协印 如算代表善于算计 算于善于计算 聪则代表是聪明睿智 所有都是好的 就像拖吉利们的一天 说实在 孩子抓哪个 其实都是好的 抓一个值笔墨 往后肯定是大作家 你抓一个算法 往后肯定就是当大会计的 拿个锄头 这个锄头 怎么办 这个圆龙平 往后就是圆龙平 就这个意思 孩子的发展方向 对父母来来一大事 现代人重视学先教育 好的兴趣专长 应自小培养 以免输在起跑点 我觉得八九十年代的父母 就是很统一的 都是这样一个心态 抓住这个事情 蜡笔 除了唱歌 美心也喜欢在纸上 图图摸摸 好兴趣 可以培养 还不错 给了我们多一条 去了解美心的C红 钢琴 哟 现在 很真实 为什么这么多爸妈妈 大家可能会有一点 我觉得是他们不同的时间段 来这边去查看自己女儿 现在的生活状况的时候 看 呀 女儿在玩家家酒 老婆 你看 哇 好可爱 好可爱 可能说这个 然后他爸可能看 女儿现在在亮钢琴 女儿真厉害 哇 宝贝真棒 能在想这一段子 我最近是我姐姐生了孩子 然后 我爸妈 就每天就这样一个情况 拿着微信 然后跟我姐连个视频 然后说 让小白孙出来 出来看一眼 看一眼 然后一看到那小白孙 什么都没干 小孩懂啥呀 就跟他碰碰碰碰 呀 宝贝真棒 哇 受不了 受不了 真受不了 感觉我在家里面失宠了 就这种感觉 我30岁的一个男 我16岁的一个男孩子 在家里面失宠了 因为一个 还不到8岁的孩子 钢琴谱 乐谱 美心练习钢琴用的乐谱 等一下 晶晶 齿高 张志愿 阿悦是你们 阿悦 阿悦那个时候算有名吗 我也不知道啊 哇 阿悦 那带牙膏都不知道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不行 他愿意变了 我把这钢琴谱 上面一大一小两手 把这钢琴谱放在这里 来 France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歌 哇哦 布置都变了 很多照片 全部取的是家里面比较温馨的一颗 但是拍得太诡异了 这曲景的方式 曲景 还有画画画框 角度了 这些东西都 对这个画的意境 都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他的续景 确实太诡异了 大家看看这 生日蛋糕 那个糖醋八卦 就要放在这 把它放在这 刚刚好 我希望可以跟妈妈一样 变成大明星 统部氛围算是旋认得非常到位了 哎呦 他的画面就开始鬼畜起来了 我们过去拍下这个电视 拍一拍 四海小包 喜欢唱 大明星 小明星 全国高手 齐聚一堂 你来唱 我来唱 台之上 定见真章 欢迎收看 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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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地方开始 兴起这种选事 又说明他们的日子 开始变好了 大家 民众都开始 在追民族地 代表这样一种 稍微现象 我这样觉得 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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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身子新的纸张可以拿的 没有 养了多 这就是养了多 那时候就养多了吗 要这样 是养了多 那时候就养多了吗 还是不 accountability 我去下卧室啊 稍等 贼犯 看这边没有什么变化 走开门吧 来嘞来嘞 好嘞 恐怖游戏里面套路 当一直敲门的话 绝对没人 我们接着往前走 这大户就不关了何能的 就靠大火了 上面写的东西看不清还 写的纸张 看来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接着往前探索一下 好像是有小学生在上课一样 在念课文 这 这就有点暴躁了 那个东西 扑壳之日 彭白 这还是他写的剧本 就是他自己写的 正是替孩儿庆生这天 幽居点着几盏小灯 天伦之乐 好不热闹 丈夫说 小官你想要什么礼物 爸今天全遇你 孩子说 谢谢爸 等一下 谢谢爸妈妈我不要礼物 我只要家人平平安安 彭白说 孩子这样 孩子对这样的平凡时刻特别真心 若问为什么 得谈谈那场怪兵 感觉他写的有点俗套 就是很拿奖 我什么都不要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要 你让我小时候我什么都要好吗 我什么都要 我全都要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画 这画的是Jesus吗 画的有哭脸有笑脸 也不知道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边是一个父亲摸着自己女儿的头 妈妈拿着菜刀 你感觉什么诡异呢 你总感觉是小孩子画的 吐吐通通的 但是又莫名吐了一丝诡异 就这样 手术中 一场怪兵提到 我们自己看看 止痛定 头痛神经痛 关节炎 每晚七点 七彩新舞台 又七彩新舞台 认同贴簿 家里面谁生病了呢 这次写了1985年 雪刀嘴 看一下 看1985年发生的 看不出一种不同 有女孩的哭声 1985年8月23日 星期五 初八 前一天是七夕节 七夕节 我们先不去哭声饼了 在家庭这个证明 接受一下 课听 商饼通知弹 贵家长您好 三年饼班 学生杜美信 她女儿 今日 民国七四年3月18日上午11时45分 因呼吸困难至健康中心 以便校方提供后续的照护协助 女儿生病了 而且是 现在是八月份 已经生病半年了 很明显的治疗 上面都是一些止痛药 这内容是痛药吗 给小孩指止痛药不是太好的 家里面看起来一传糟 看来因为小孩的病 蛮坏了 这个时候 这个哭他就在了 86年的时候好像是不在的 但是85年的时候是在的 那86年发生什么后面不在了 后面有该口臭了 外头凤一脚下 小台丰田 家里的脚带就是怕玻璃被吹碎 亚乐多 可乐他心觉 现在亚乐多 走吧 这边看到了我们回去了 就看一下女儿到底在那里哭声 心疼 要洗手才能进房间 要洗手才能进房间 那我要去找阿悦吧 找阿悦洗个手 阿悦呢 阿悦你为什么不看我阿悦 阿悦 你这个样子我觉得不行 来洗个手 不知道 阿悦 有种感觉他手腕上是个比较价格不菲啊 看得出来吗 价格不菲的一个 一只手表戴自己的手上 家庭条件也不过如此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 如果能不能进啊 不让进 那直接去女儿的房间吧 打不进 开灯 女儿在哭 不可怜 旧体 止疼药 看得出来 眼磨器 家里面成一个小药铺了已经 我看一下 拔出枕头 女儿很受折磨 这细节做得太棒了 你想听 这感觉好疼 看拔出这阵头 女儿弄得好一点 当父母呢 谁听得见孩子 谁听得了 孩子这样笑 孩子终于平静下来了 读了一张 准备看一眼 下面杜美信 诊断证明书 性别女 年龄十岁 六四年生 科别胸腔科 她的六四年是民国六四年 就是七五年生 七五年生 十岁 刚好现在是1985年 诊疗日期 七四年 六月十六日 诊断 兄们 呼吸困难 一组患者X光检查 抽血结果 皆正常 查无病因 建议 后面撕掉了 没血怎么样 也有可能是被父亲 故意撕掉的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只知道生病了 而且不知道是哪里的病 从病例档案里面取得的X光片 破碎的 看来是他父亲撕掉的 只可能是父母撕掉的 我感觉应该是父亲撕掉的 母亲应该不舍得 也不知道父亲 就是我们这个男主 心里想什么 为什么会撕掉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男主 会撕掉他的诊断书 不让我看后面 看一下大悟心 只知道女儿现在病很重 竟然这里还贴着奇才行在 这遍布各地了 这里其实是一个医院的场景 但每次都是在自己家里发生的 事是在自己家里 剧本久病不远 写到生病了 第四场小孩房 一眼内 烛火照亮被褥于腰产 孩儿 语气虚弱 爸爸 我们什么时候进城里玩 丈夫说 近期不能出门 你快 等病好了 爸妈去哪儿都带上你 孩子说 爸爸真好痛 我不要止病 丈夫将孩儿身上的针灸全拔了 不痛了不痛了 爸爸叫你受苦了 孩子哭累了 我渐渐汗水 这可怎么好 已经好段时日了 我心好疼 妻子妻疼了 丈夫说 你别嚣险 我有法子 这个鞋子其实就是他们现实的写状 那看来男主当时真的 有一套方案吗 他有什么法子 医生都查不出来病在哪儿 根据这个游戏的事来说 很明显的 求助于鬼神 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X红片放上去 这个是要拼一下 这个很明显是左肩 但是是右肩 看行啊 这边是 左肩 放在这里 刚好 这个是 左肩 右边的胸 这个还在这儿 剩这一块 刚好 拼好了 这是让我们对照到哪个地方 大家 是不是很猛 不知道对在哪里 大家记得吗 后面是一个全家夫人 对在女人这儿 竟然出现了一个到家的符咒 撑脑 这个眼睛从这个福收上离不开 他爸果然是求助于宗教的 没法子了 真的想救自己的女儿 再也听不了女儿每天这样故压催了 不就也没辙 听下来个电话说啥 喂 陆先生 我是何老师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 不用担心 就他求助的那个宗教 你先来楼上见我 一个宗教的一个大事 让去楼上见他 是他们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个大事 有时候当你觉得真的是走投无路呢 只能求助于这些神神鬼鬼了 我们在这里再查一下看有没有 什么特殊的纸张可以拿来的 没有了 那么这些住手 这是第一次见大师 怎样让一个无神论者去相信一个神棍 听这个歌我其实想起来一个电影 前阵的一个电影 叫做雪观音 有一年了吧 雪观音 台湾的一个电影 是这个小儿在听声音机 但是不知道这个幻想是什么 雪观音呢 其实里面也有轰隆 也有轰隆出星 而且也有观音 感觉跟这个幻院里面的一些因素好像挺像的 就是也有像这种类似的歌 所以说想起来的电影 但没看可以去看一下 挺好的电影 哇 贴着好多符咒啊 到家里 好了 那走到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个第一期就先走到这里吧 等第二期我们开头再见 好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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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